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那我們就開放給現場 現場的 尤其看是不是媒體朋友先優先 然後我們先收集三個問題 可以嗎 來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請大家簡單的 報告一下您的單位 謝謝 好 那我想大家還在酝酿問題 我們請那個 辯中沛博士先 看看他有什麼 要幫我們團隊做補充 謝謝周主任 還有謝謝雅婷 做這麼非常深入的分析 那我這邊大概提出兩點補充的點 第一個就是說 台灣的企業的驅動力 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需要 目前政策的去推動 就是說我們剛剛可以看到 雖然說 就是政府的政策 的確是推動TCFD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驅力 但是TCFD的內容是什麼 裡面非常非常多 剛剛有提到 其實剛剛那個董老師有提到 其實非常多的內容都是顧問公司提供的 然後企業搞不好也不知道裡面在講什麼東西 甚至很重要的 我們看TCFD最重要的是 它的行為是什麼 不是只揭露而已 它的行為 像我們前幾年的報告 我們今年的還沒有再做出 就是前幾年的報告提出一個 有問一個問題 你做TCFD之後 到底會不會去真的去減碳 甚至比如說購買購置再生能源 其實沒有關係耶 就是你報告之後跟你真正的行為 這兩者之間還是有非常大的Gap 那這個Gap也非常需要各方的去Push 包括金融業 包括政府 那我覺得這兩個部分是我們在目前在看待企業在進行減排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覺得認為還是要很多細節需要去處理的 那另外一個 我就是個人認為就是 因為剛剛那個周老師也提到在探肥委員會 那我個人認為為什麼會需要一個非常 就是行政院需要出來抓 就是你在探肥委員會可以看到說 其實它的主力不盡然是 就是真正的主力其實 這樣講好嗎 反正副總統不在了 金管會其實不是還好 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說各個部門之間不同的利益的 其實是代表不同的利益 去在裡面去再 argue 說真的 就是說經濟部的力量 經濟部其實代表產業 那產業像剛剛我們這邊報告講得很客氣 是講說企業無所適從 不是 企業其實很多的企業其實是很重要的行動者 他們其實是在跟經濟部一起 就是說希望說經濟部代表他們 或者說吃一點力 碳費不要提那麼高 剛剛一百塊就好 拜託 然後還打折 很多打折 兩萬五千噸以上的不要再客 亂七者都很多很多亂七者 很多非常非常多的減免措施 其實很多的企業都是行動者 他不是被動地接受政府的政策而已 那這個東西 這個當然我們不會在問卷裡面去問 也問不到嘛 說請問你是不是 都不可能問 但是我們這個 在我們深入的訪談 還有包括我們在了解一些 很多其他很重要的部分的時候 就是在政府制造政府的一些討論的時候 其實都會知道這樣的事情 所以才會覺得說 把這些碳費 還有把這些永續 還有說所謂的靜靈碳牌 交給環境部的下面一個小機關 真的不行 才會說你真的 如果這個是政府的政策 如果這個是總統 甚至行政院的一個 國家重要發展的綱領 他真的會需要一個非常高的 一個就是政治是有決策能力的 一個就是可以handle 所有那個就是部門的一個機關 來去處理這件事情 那這個部分我會個人會覺得 就是我大概就補充這兩點 好 謝謝 中佩老師 請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副國慶 首先我先謝謝副邦金控 蔡董辦了這麼棒的一個活動 然後我更期許副邦在 蔡董 好 謝謝 那這邊來 台灣大學人類所博士王奈文 就是有關於探權的部分 因為我的學科關係 所以我接觸的是農業探權 那因為目前努力小農 其實已經通過國際的黃金認證標準 其實它會是一個非常好的媒介 對台灣的整體生態 就是今天的主題 其實主要都是停留在金融跟工商業這一塊 但是其實大家是否有思考過 就是目前台灣在推動有機產業 其實已經30年 但是有機產業面積其實不超過三 在各種政策的權力加持之下 那但是探權它是用另外一種方式 重新介入到農產品的生產市場 所以探權的議題其實是可以非常多元性 但是就是關鍵在於政策上的執行跟推動 是不是能夠push 現在這些企業進行到探權購買的這個階段 所以其實我對於今天就是關於探權的討論 其實是非常關注 那其實在我自己長期的田野地域裡 其實已經有計劃正在執行 已經執行三年 那目前這個已經從微型計劃推展成大型計劃 那目前已經在增資階段 那如果這個計劃大面積的擴展 其實對於整個台灣未來沉山關係的發展 也會是一個非常大的助力 謝謝 再收集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我大概簡單回答 來 謝謝 大家好 就是有關農業方面 就是碳的問題 吸碳的問題 剛才原住民保留地的問題 希望政府能收集比較濃吸碳的 那個宿主 比如說防風鈴木馬房 那是很好的吸碳的物種 還有那個至於這個企業界呢 他要達到那個進零的話 他要融資的話 希望金管的話 金管會能納管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 收集一個問題 我們另外一個探費委員在這邊 從我們風險中心出去的趙家瑋博士 好 那個台灣線路行動網絡研究中心總監趙家瑋 他主要還是針對那個 這次TCFD這個調查裡面 有一個在調查裡面沒有幫他處理的事情 就是實際上面到底大家評估上面是怎麼做評估 然後評估的狀況如何這樣子 那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這邊還有搭配深度訪談嘛 那我們知道說像在NGFS這些情境 就是我們在談TCFD裡面很重要的情境 NGFS來講的話也都有針對台灣這邊有做這樣子多的情境 裡面來講的話都是講說我們2050達到淨零 我們台灣來講就九成以上多少是再生能源 這樣才能夠達到淨零 大家這樣的一個情境分析來講的話 我們他們也有特別提到說 那我們要在鋼鐵業跟石化業的產量 鋼鐵業水泥業的產量都要減半 然後原生的那個石化業的那個原料來講的話 也要減三成 那在你們深度反彈的過程中來講 這些有去做這個TCFD的 這些所謂的高排檔企業來講的話 他們是怎麼樣回應這些 我們講NGFS這種所謂的標準情境之下 討論出來的一些後續的 後續的真的在產業結構上面 跟真正的要達到淨零的能源結構 轉型方向上面的一個討論 我想是請請問一下這邊的人們 去針對這個部分做一個回應 我先回應那個這邊的問題 剛剛那個人類系的博士 就是方簡董事長那個小農仲探 我想就是的確是一個 就是減碳創新的一個氛圍 我覺得這是要鼓勵 不過這牽涉到農業部 在整個行政院的部門 對於淨零減碳的一個總體策略 所以我剛剛特別也說 這次是一個跨部位協調 這是因為這是一個創新的氛圍 它需要政策的支持 謝謝您提到這個農地種碳 透過有機來使得農地在種植的時候 事實上不會產生那麼多碳牌 那碳權的問題其實今天大家關心是會到氟綠 我想這個是比較專門的問題 我們就不再深入 那我還是跟各位倡議一個觀念 我們在行政院其實有一個提議 就是說其實現在只有碳費不夠 因為碳費現在只有針對製造業 因為政治的因素 所以先對著製造業 但是我們的交通建築 還有相關的這個交通跟建築 或是所有的其實慢慢都應該要進入碳稅的概念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現在碳費只放在這個整個環境部底下的這個溫室氣體減量基金 這是不夠的 未來還是應該提升到財政部變成一個國家統治統籌的一個政策 因為碳稅應該是落實到每一個人 那台灣要從這一步再推到那一步 還有一點距離 但是各位大家光碳費就要在這邊懸惡味覺 所以這個是大家一起來努力 那另外這邊問題 詹博士您好 那代表團隊稍微簡單的跟您做個簡短的回應 那確實從剛剛的簡報中我們有發現 我們有去盤點這個前30大的一個企業的永續報告書之外 其實在陸續這幾年 我們有進行這些30大的一個企業的一個訪談 的深度訪談沒有錯 但是我們從訪談的過程中 也就是說我們歸納了三個原因 其實目前就如同剛變了變博士所說的 目前這些前30大的一個企業 他的人才不足 其實蠻多都是委外在誤問公司在幫忙處理的 甚至我們有遇到說說他在設定近領目標的時候 那基本上他們也就很直白的跟我說 就先畫一條線 對 那所以其實你就可以發現到 產業來講的話 就是這些遭受最大的一個 靜零壓力的一個這些高碳排的一個製造業來說的話 連他們自己本身的一個人才 以及他們自己在面臨這樣氣候變遷的相關的一個因應措施 其實就我們團隊來看起來並沒有像您剛說的那麼的深入 那其實還有蠻大一段的路在走 那除了這些前30大的一個高碳排的一個企業來說的話 我們本也就其實蠻多是在看這些中小企業 就如同周竹仁剛有做一個結論 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企業在面臨這樣氣候變遷的時候 還有極大的一個落差 但看起來好像前30大一個企業已經有往前走了 但他們的人才還有一些相關的一個作為細部 甚至他們的量化 對像葉教授所說的量化這樣子的資訊 其實還是不是很充足的 那我就簡單的回應到這裡 謝謝 好 謝謝因為大會時間關係 我們這場發表會兼記者會就到這邊 待會如果記者朋友有問題 歡迎我們再來交流 好 那我們這一場時間就到這邊 謝謝 謝謝